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好 很开心在这里,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就是平衡、恩典和戒命 是我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来的 这个教导讲到如何我们活在神的爱中 享受神的爱,而又被激励去遵从神 而不是在一种压力之下 又要读圣经,又要祈祷 我一样很欢喜读圣经祈祷 但是我的动力是从神的恩典而来的 稍后我会详细解释 我讲一讲,我今天讲的内容 其实在我所写的这本书 《轻松得胜》里面有的 其实我本身写这本书 是完全没有收任何的作者费的 我是完全奉献出来的 我们就是帮助不同的人的灵命更生 处理生命 首先和神有一个很相爱的关系 然后就是处理生命中所有的问题 比如负面思想、负面情绪 家庭的问题、婚姻问题 各方面的问题都处理 事奉的问题 然后最后如何发挥生命 因为很多人觉得很难发挥生命 而神给我的托付就是说 首先我们跟神有一个相爱的关系 深信祂会供应我们 深信祂会祝福我们 然后我们处理生命所有的垃圾 然后放心 刚刚开始去荣耀神祝福人 生命就可以发挥 神就欢喜 这本书你可以在 欢恩仲教会里买到 我都送给所有任何的 全世界任何的牧师传道和神学生 我们现在进入这个信息里面 信息就是平衡恩典和戒命 两样圣经都有的 恩典也是从神而来 戒命、律法也是从神而来 大家看到这个图就是活在神的爱中 首先活在神的爱中 然后戒命包括什么 尽心爱神、遵从神、传福音 还有很多其他的 但问题是如何平衡 如何从恩典得力 叫我们能够遵从神 首先解释什么是恩典 什么是戒命、责任、律法 恩典就是神伯伯 赐给我们的祝福和帮助 好像神接纳我们 无条件爱我们 计划祝福我们 赐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 纪念我们的事奉 赏我们、兴起我们 每一件事神在我们身上 祝福我们、提醒我们 都是恩典来的 然后戒命就是我们要遵从的 好像尽心爱神、敬拜神、尊敬神 爱人如己、离开罪、传福音、关心人 就是我们做的 我们做的就是戒命 神做的 为祝福我们 就是恩典来的 首先我讲一讲 活在律法主义之下的情况是怎样的 如果没有神的爱 基督教可以成为一个要求极高的律法主义的宗教 为什么呢? 要求是很高的 你的心里面有淫念已经是犯奸淫 心里面生怒人已经是杀人 很多人觉得很大压力 我能不能做的 怎样能够处理呢? 所以如果没有爱的戒命 就是律法主义 就是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没有神的爱的时候 活在律法之下 其实很凄凉 其实很多人信耶稣 初期就是信耶稣 得罪得赦免 接着就要做很多事情 他说我做不了 做不了就觉得很内疚 这样的时候 他就常常活在律法之下 很多人长大是没有什么爱的 很多时候 要求你要乖 你要听话 你要乖 你要乖 你读书都不聪明 很多要求 而没有被人爱的时候 他就很难爱神和爱人 原来一个人少爱的时候 他很难明白爱是什么 我也帮过很多基督徒 他们说 我不觉得神爱我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被人爱 所以他们很难相信 神真的在爱他们 但其实 神真的在很多地方爱我们 他创造我们 他感动我们信耶稣 他每天带领我们 他在我们生命有奇妙计划 他有很多很多的恩典 但很多人就不觉得神是爱他们的 而很多人在一个严厉的惩罚之中长大 他就很怕人和怕神 神就会罚我 他就会害怕了 我们比较人和神 人看什么呢 比如一个小朋友 大家看这个图 小朋友考试20分 他也不开心 父母会 其实父母是 世界上 爱我们最多是我们的父母 不过因为父母都不是完美的 所以很多时候都会有很多要求 那父母就会说他 有没有搞错20分 哇 这么低分 怎么可以啊 好了 他很努力 考到70分 你看这个女孩很开心 但是父母是否一定会赞他呢 有些会 不过赞完可能会说他 你不要这么快开心 很多人比你高分的 你还差很远 甚至他去到90分 你可以100分 为什么你只有90分 那时候他时常都是 别人看到他做不得够好的地方 那变成了一种压力 那这个就是 律法主义的倾向 就是看到他有什么做得不够好 好了 信耶稣是活在恩典之下 因为耶稣白白赦免我们 所以很多人信耶稣 一开始觉得很开心的 哇 耶稣赦免我耶稣爱我 又可以经历神的平安 喜乐爱 真的觉得很好 但是没多久 开始就有要求了 你要祈祷 你要读圣经 你要遵从神 你要传福音 如果没有做的时候 有时就会指责了 大家看这个图 就是很多基督徒 都有时会看到人需要进步的地方 比如说上一个图 就说到人 就看到人需要进步的地方 看不到他的努力 和他进步的地方 而这个图就说到 就算基督徒 很多时候都看到 其他基督徒 或者看到自己 需要进步的地方 而很少看到自己的努力和进步 或者看到别人的努力和进步 因为有些人 他不像各个不同的程度 有些人爱主是很容易的 有些人灵命成长是很容易的 但有些人是比较难的 因为难的时候 他就觉得很大压力 其他人也会说 你又不祈祷你 又不依靠神 你又不处理生命 那你有很多问题 好了 这个图就说 当他小祈祷小能力的时候 他又不开心 周围的人也可能少看他 有时未必会出声 有时口头会出声 有时有一个态度 就是觉得他不合格 好了 接着他真的努力 他经历神 祷告经历神的喜乐平安 有动力 可能人也会这样说 你不要这么快开心 你还有很多罪 你还未带人信耶稣 你都未行 你不要以为自己聪明 这样的时候 他经常看到他自己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其实这样是很辛苦的 就是这样做基督徒呢 是辛苦的 因为为什么呢 信耶稣没多久 信耶稣的时候在恩典 但是信耶稣没多久 就在律法之下生活 我今天的信息就是说 如何在恩典推动之下 全心去遵从神 如果长期活在责备之下有什么后果呢 就会自己责备自己 哎呀我又犯了罪了 那次犯了罪了 真的很丑怪 哎呀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或者内疚、自卑、又害怕 觉得不够胆做很多事情 觉得很难达标 去不了标准 那又会指责人 你看他也不爱主 他也不祈祷 又会指责自己 那你也很难相信 神无条件的赦罪和爱 那原来一个人在活在责备之中 他就失去了神所应许的喜乐平安 亦都失去了神 告诉我们 叫我们活得轻散 耶稣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得安息 然后就说 你们当负我厄 学我阳识 这样你们心里 就必得享安息 就是当我们侍奉神 还有当我们学耶稣的阳识 应该是更加 心里面享受神的安息 因为耶稣说 我的厄是容易 我淡只是轻散 不过很多人 当他信主内 反而觉得很大压力 甚至我会这样说 甚至侍奉的人员 组长 甚至是传道人 都会有时觉得 教会为什么不增长 很大压力 变成侍奉在压力之下 其实当一个人 经常看到神的爱 神的恩典 神怎么奇妙 时常说到神的奇妙 那些人听到的时候 他们都会被神的爱吸引 那时候更加欢喜来这个教会 他更加愿意跟从 这样的时候他活得轻散 这样侍奉是轻散的 如果他侍奉 经常说 哎呀,还有很多要改善 为什么那些人不来呢? 经常在压力之下 反而是做得不好的 很多人习惯 要付出代价才能回报 就是说很多事情做 就很难相信神无条件的接立 他的恩典和赦罪 和加力量给我们 还有人制问题 很多人制的问题 令人很难相信 神真的会和我们有亲密关系 因为很多人和人相处有很多问题 为什么呢? 他觉得人不接立他 他也很难接立人 他又觉得人 哇,这么多说话不好听 这么多激气、怒嘈 于是他就会受影响 就会不喜欢和人相处 他就会觉得神 常常看着我都不好 所以有些人就觉得神 好像警察 好像法官 神有这方面 不过神最主要是一个慈爱的天父 还有一个神的家 的丈夫 我们是他的身父 应该是一个亲密的关系 所以当人制问题有困难的时候 他就很少能相信 神那种无条件的接纳 和和神可以相爱 有时我说到我和呼叫耶稣 有些人觉得 肉麻 肉麻 我真的觉得奇怪 我说耶稣,我真好 你真好 多谢耶稣 有些人说 牧师,你很肉麻 因为他们习惯 怎样呢? 亲爱的天父 我多谢你 我赞美你 你真是至高的神 是很荒谬的 他觉得神是要很荒谬的 我们和朋友不会这么说 亲爱的朋友 我今天很开心见到你 我们不会这么说 我们为什么见到神会这么生爱呢? 我们应该说 耶稣很欢喜你 因为神是喜欢我们 因为神是欢喜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享受神 耶稣,你真是好 我有你真是开心 Hallelujah 所以我希望大家学到 和耶稣不是肉麻的 和我们的太太、丈夫 也不是肉麻的 我和太太常常说 我爱你,我很喜欢你 我欢喜你 我等着你回家 我经常都和他说这些说话 他一点都不觉得肉麻 我也不觉得肉麻 我也觉得耶稣不会觉得肉麻 因为这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 可以有这种相爱的关系 好了 有些人想和神有一个亲密关系 都会有压力 什么压力呢? 他自己觉得内疚、自卑 觉得神很难达到神的标准 哇,神的标准很高 我怎么可以那么爱神呢? 我又犯了罪了 即是经常都说 我犯了罪了怎么办呢? 觉得神很远 神你什么时候帮我? 为什么你这么远呢? 很多人就觉得神很远路 也很难相信神真的很爱他 我喜欢用这个字 不单是用爱 爱 主耶稣 主耶稣 爱我 哇,有些人说 怎么说耶稣很爱你 耶稣真的很爱我们 很关心我们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和神有这种密切的关系呢? 因为圣经说到神都是这样整天想念我们的 他们就觉得很难亲近神 觉得很难得力的 也会惧怕神 圣经又说到敬畏神 敬畏神 敬畏神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尊敬他,我不敢犯罪 但不是代表神 哎呀,我不敢见你 不像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他又不敢见神 我们不应该是怕神 我们是尊敬神 但我们是欢喜神 圣经说到 以神为乐 以耶稣为乐 神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 以及叫我们成价在地的高处 就是神是喜欢我们,欢喜祂的 好了 下一点就是 我们可以活在神的恩典之中 以及享受祂的爱 我们是可以享受生命 可以享受神 可以喜欢神的 我们看一个例子 这个《勞家呼音浪子》的比喻 我相信这个比喻大家都很熟悉 我就不详细读 我只是描述里面的字眼 当浪子回家的时候 他又骚髒、邋遢 钱又没了 又真的一定瘦了 状态很差 也肯定是很臭 为什么呢? 喂猪、养完猪 接着走很远的路回家 的时候 真是又肉酸又臭 又骚髒 衣服又烂 但他爸爸是怎样呢? 他回去找爸爸的时候 他想着爸爸也是接受我做工人 做奴隶 做奴隶 我住在工人房 总之给我吃东西 我比在这里餵猪 他只想着是这样 但谁知道他回来的时候 他非常惊讶 现在他预备了台词 他预备了台词 他预备了台词是什么呢? 他说 父亲呀我得罪你 明天得罪你 从今又不会称为你的儿子 他爸爸看到他的时候 立刻拥抱他 抱他、抱他、疼他 你想想 当他爸爸抱他、疼他的时候 可能闻到一阵阵的臭味 疼不疼得下来 他的面上很多老泥 很多汗 但这个爸爸不介意 这个爸爸是什么呢? 就是天父 天父就是这样的 他看到我们是不介意 我们这么丑惯 我们这么多不好的地方 虽然他爸爸这么疼他 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一样是念台词 他说父亲呀我得罪了天日 得罪了你 从今又我不配清了你的儿子 他依然说这句话 就是他不相信他爸爸真的爱他 真的爱他 这个也是很多基督徒的心态 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 神怎么会还爱我呢?我这么差 但是他爸爸是很欢喜的 就把戒指、袍子和鞋子送给他 然后就为他剃了肥牛仔 看到这个爸爸很疼他 天父就是这样的 天父就是这么无条件的接纳我们 你会不会相信是这样的? 当主耶稣说我真的犯罪得罪你 天上为我们欢喜 神就说我好欢喜你认罪 我好欢喜你来到亲近我 神就这么喜欢我们回到他那里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觉得 神是很难去到他那里的 其实很容易 神是最容易去到神那里的 所以这个恩典推动的生命 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神是去一切的控诉 因为很多人一世都控诉的 我们个个都有控诉 我自己都有控诉 我回想起以前我做过一些事情 有时候都觉得很丑怪 做一些这么丑怪的事情 但是我马上会说 神啊,我多谢你赦免我 然后同时我就说 神啊,我憎恨那些罪 我不会再犯这些罪 我想到的时候 我不是要继续 哎呀,真是坏了 哎呀,真是很丑怪 我就会说 神啊,我求你赦免我 我真是真心认罪 我憎恨那些罪 你一定赦免我 你一定会欢喜 整个天堂为我欢喜 我即时会相信 我为什么会相信呢? 我是根据圣经的应许 因为圣经说 当一个罪人悔过在天上 为他欢喜 所以我不会继续容许 控诉的说话临到我身上 包括我自己控诉自己 其实人被人控诉的次数 是不及自己控诉自己的 很多人被人罵完一次之后 他就控诉自己很多次 真是坏了 那次,坏了被人看 被人罵 真是丑怪 真是丑怪 人经常想起这些事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这样 但是圣经说什么呢? 罗马书8章33节那里说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 有神称他们为异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从死去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 就是没有人能够控诉 神所拣选的人 因为神称他们为异 没有人能够定他们的罪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 而从死去复活 现在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 神是不会控诉我们的 只要我们真心悔解 神是不会控诉的 但控诉的是哪个呢? 就是魔鬼 但是魔鬼有一个中心的助手 是哪个呢? 往往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不断帮魔鬼控诉 魔鬼控诉的次数 可能不及自己控诉 自己不断说 我真是坏 所以我希望大家回到神面前 第一,好像浪子 我深信爸爸真的疼我 第二就是 他真是赦免我的罪 真是洗净我的罪 所以我不需要再继续内疚 但是我会憎恨罪 我知道罪有破坏性 我会憎恨罪 我不想再犯罪 我想离开所有的罪 我想荣耀神 我想和神有很亲密的关系 不想任何的罪难阻我们 但是我们深信 神真的随我一切的罪 另外一点就是非常重要 就是神接纳我们做祂的子女 有一个妇人十二年血流病 这个妇人 圣经说她是用了她所有的钱 但并没有医好 反而变得更差 她听到耶稣 耶稣来到 她自己的心里 听到耶稣医治很多人 她心里应该是相信耶稣 就是尼塞亚来到的 但是她是一个污蔑的人 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 她是不可以碰人的 她自己是不潔症 她碰人的人都不潔症 但是她因为她是不潔症 她又不敢公开出到街上 求耶稣医治她 她就不敢这样做 她就只是秘密 秘密跟着耶稣 但她秘密跟着耶稣的时候 一定是碰到很多人 也一定是碰到耶稣 她碰到耶稣的衣服 接着她立即有能力 在耶稣身上出来医好她 她就以为缩沙了 走了 即是她以为搞定 走了 但耶稣说 谁去摸我 那门徒立即回答她 她说主呀 那么多人擠涌你 你为什么问谁去摸你 那么多人都逼着你 耶稣就回答 总有人去摸我 因为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这是在路加福音记载的 然后这个女人就承认了 以及承认她自己如何得到医治 然后她的心里可能想 耶稣会怎样跟她说 可能她觉得耶稣可能说 为什么你会 你知不知道你不极症 你知不知道你会令到所有人不极症 你知不知道你令到 你现在犯着律法 她可能会怕耶稣会这样跟她说 但她想都想不到耶稣跟她说什么 女儿放心你的信脚料理 这个经文是非常漂亮的 我很喜欢这个经文 第一她称她做女儿 她想都想不到 其实这个女人 耶稣生不出她 即使耶稣真的有结婚 耶稣没有结婚 耶稣只是30至33岁之间 这个女人有12年血流病 可能已经20岁或以上 或者更大的年龄 所以按年龄 根本她不可能是耶稣的女儿 但耶稣看我们每个都是她的女儿 她的儿子 耶稣就是接纳我们每个人 都是她的儿子和女儿 这件事我希望大家都深信 我们来到耶稣面前 来到天父面前 祂真的说 你是我的儿子和女儿 我希望大家都会有这个信念 神真的很欢喜 凡是信靠祂、亲近祂、遵从祂的人 神是很喜欢的 我希望大家都会很放心 神很喜欢我亲近祂的 我想分享一件事 有一个姊妹 她曾经有邪灵 我为她赶出邪灵 赶出邪灵之后 接着很奇妙的事发生 她就听到神的声音 后来更奇妙她就去到天堂 在网上大家都可以见到的 关姊妹的见证 她去到天堂见到耶稣 耶稣就让她看她的生命册 她的生命册上 有她小时候发生的事 是动画来的 她看回那些影片 然后看到 右边有神的手笔写的字 说到神为什么感受她的痛苦 她的心里觉得很感动 神是会这样 在生命册上记录她所发生的事 她的不开心的地方 然后神在她的心里感受她的痛苦 她的伤心 这件事 这只是作为参考 这个圣经 也有说到生命册 不过是没有详细地说的 我也认识了 另一个传道人 女传道 大家上网找 王传道 叶牧斯 就会见到她 她在天上也看到她自己的生命册 又是有她小时候的忧伤的事 然后看到神在右边写了神的回应 她怎样关心她 怎样为她伤心 怎样很想祝福她 好了 接着这个关姐妹 有第二个经历 她另一次 耶稣给她看一本书 就是她的赏赐记录册 赏赐记录册是什么呢 就是记录她为耶稣做过什么 然后有什么赏赐 她很开心看到这本赏赐记录册 因为我是帮她赶邪灵 和帮助她灵命更生 她就跟耶稣说 耶稣我想看叶牧斯那本《赏事记录册》 耶稣又叫天使拿来给她 拿来给她看的时候 告诉我 我心里真的觉得很感谢神 我也觉得不配 是神的恩典 不是我的好 是神的恩典 我听的时候 我不是觉得骄傲 我只是觉得 是神的恩典 神会提升我们 她形容那本书是怎样 她说到我那本《赏事记录册》 是很厚 第二是包金 第三在面上写着什么呢 我的爱子 跟着我的名字 我听的时候 我真的心里很感动 我说神啊我不配 我真的犯过很多罪 我很多得罪你的地方 但你赦免我之后 你是接立我 并且你称我做你的爱子 你将我生命提升 改变我 让我经历到圣灵充满 我生命不在一样 我就很欢喜神 哇 神真好 可以经历神你的爱 你的喜乐 我随时祈祷 一想耶稣 立即这喜乐就涌流 我真的觉得是很大的礼物 我就说 神啊我不想浪费我生命的任何的一分一秒 我很想给神的使用 我不想任何的罪难了我 我就很想很想走神的路 完全将生命献上 其实我已经69岁 有多 就来70大仇 但是神给我健康 我多谢天父 如果神给我120岁 我都会做到120岁 有些人就 60岁就已经赶着退休 但我是不想退休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爱激励我 因为神的爱真的很伟大 祂真的看我们是祂的儿子 祂的女儿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就是说 就算我们不够好 只要我们认罪 耶稣我真的有罪 我得罪你 求祢赦免我的罪 求祢洗净我的罪 求祢拯救我的灵魂 我愿意跟从祢 我愿意听你的说话 当我们这样愿意的时候 神是极度欢喜的 祂就说 祂是我的爱子 神就会大大的祝福我们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深信神的那种接立 耶稣就跟他说 女儿放心 放心就是什么呢? 祂知道这个女人就会担心了 因为她自己犯了律法 但耶稣说放心 你不用担心 因为我接立你 我卸面你 我接立你 不要紧的 你做错事不要紧的 放心 耶稣都跟我们任何一个人说 你放心 轻松点 做人轻松点 很多人做得不够好 很大压力 或者侍奉都是 哎呀 我不能够带好多人信耶稣 教会不是增长很大 是很大压力 但其实我们不需要在这种压力之下 耶稣说 常在祂里面 祂又常在我们里面 这个人就多结果子 我们时常在耶稣里面 在祂的爱中 我们就会结果子 因为神就会使用我们结果子 不是我们的努力 是我们从神而来的生命 当我们时时活在恩典 那人就会开心 喜乐平安 有力量 就会影响人 就会更新人 事奉就会变得很轻散 很开心的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说 放心 轻轻松松 你的信够了你 信 有什么重要性呢 信就是不是你做得够好 你一信就可以了 有个人说 譬如说 有个人说 我没什么用 有另一个人跟他说 我可以帮你 你会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 他说我不信了 他不信的时候 他得不到这样的帮助 他说是不是真的 你真的可以帮到我 相信的时候 这个人就可以一直帮他 这个就是神 神就是跟我们说 我可以提升你的 有些人说 我不信了 我不行的 信是什么呢 不是我们做得够好 是我相信 我相信耶稣会做得到 我信靠他 我扯住他 信心就可以扯住 耶稣我不行 我扯住你 你就会帮我 当我们信靠耶稣 耶稣就会医治我们 和祝福我们 在同神的关系很重要是信 当然信就是会遵从 会服侍 但首先是相信 神很疼我们 很爱我们 所以希望大家 会喜欢这个经文 我很喜欢这个经文 我常常都会 大家可以套入这个经文 你就想象 耶稣来到我面前跟你说 儿子啊 女儿啊 放心吧 你信就可以了 你信靠我就可以了 我就会救你 我就会赦免你 我会提升你的生命 好了 大家看到这里 我这里列出 到底这个经文 让我们看到什么 第一就是 耶稣知道和接纳 这个女人的内疚 他知道她的内疚 所以他说放心 然后耶稣回应她的感觉 不会定她的罪 他回应她的感觉 所以说放心 耶稣想和我们有这种亲情 所以他叫做女儿 耶稣有安慰和医治的大能 他能够医治她 这个女人和安慰 也能够医治我们 安慰我们 信就可以了 不是我们够好的 好了 下面的绿色是我们做什么 我们可以像子女一样亲一下神 我们每次祈祷的时候 有些人祈祷就是这样 神啊 你快点帮我吧 我没有钱 我没有老婆 我好惨 我不行 整天都是很惨的 其实我鼓励大家 你深信 你听耶稣说 神会将最好的给我们 耶稣来是叫我们得生命 便得得更丰盛 耶稣是叫我们有丰盛生命的 所以我们可以来到耶稣那里 我祈祷的时候 耶稣多谢你 哈利多日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耶稣在爱我 我时时会宣告耶稣在爱我 耶稣在一起 回应我 那我们就可以放下这个内疚的包袱 放心信靠神有无限的恩典 他神记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尿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 八八的刺给我们妈 他什么都一起给我们 好了 以赛书49章15节 婦人愿意忘记他吃奶的婴孩 不练习他所生的儿子 因为有忘记我都不会忘记你 那这里讲到神另一样的圣情 就是他经常都挂着我们 经常都想念我们 他不会忘记我们 那不会忘记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每一秒钟他忘记我们 神有这个能力 他可以记得每一个人 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挂着 他都会怀念的 他会任何一秒钟 他同时可以想念那么多人 神可以我们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就时心信 神经常想着我 那我们可以怎么回应呢 下一个圖就是 我们要想着神 神现在想着我 什么时候呢 就算我在讲道 我都想着耶稣现在很欢喜 耶稣在天上 当然我们讲道 只是学耶稣的样式 耶稣说的才是最 充满生命的 我们学他 但圣经讲道 我们讲神的话的时候 神是责耳倾听 他会听我们讲道 他会喜欢的 我们做什么 我们亲近神 神是责耳倾听 他会很欢喜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常想着 耶稣挂着我 那我们就活在恩典之中 不是在压力之下 好了 有些人说 神很爱我 但我不觉得是 那我们怎么可以感受神的呢 这里有五个方法 第一 从万物 大家看到吃的东西 你喜不喜欢吃芒果 那些香味 翻石楼有翻石楼的香味 香椒有香椒的香味 虾有虾的鲜味 蟹有蟹的那种蟹味 每一种食物都有它的味 这就是神创造 所以我每次吃东西都说 多谢天父 很多种食物都是表达神的爱 就算饭 饭煮熟的时候的香味都是很香的 我都喜欢吃的 因为我吃饭吃素有次序的 我先喝水 这个为了肠胃舒服 接着我吃菜 接着我吃饭 接着我吃肉 有些人说 你就这样吃饭 他就觉得 嘩 这样吃饭不好吃 我觉得好吃 我觉得饭是很好吃的 我觉得神做什么都好吃的 还有神做我们的身体很奇妙 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很清楚的东西 我感谢主 我六十九岁 我不用戴老翻眼镜 不用戴近视远视 什么都不用戴 多谢天父 我可以看到细致 爱神的人 神就会祝福你的 我们有思想 我们有感情 人有感情 甚至动物也有感情 这些都是神的爱的表达 那些狗会挂着主人 很多时候人找不到朋友 找到狗 那些狗比人更好 那就是自然界 我们看到神的爱 第二 从圣经 圣经告诉我们 神的爱 而神真的实现 在我一生 我听从神 我真的看到神 如何在我生命中 为我预备很多恩典 因为时间关系 我不说太多 神为我预备 机会去读书 读神学 学很多东西 我本身没有这种背景 我家里是很穷的 但是神给我的机会 学很多东西 然后从耶稣的救赎 神的儿子居然为我们 承担罪的后果 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与天父隔离 承担我一切的罪和奏造 祂为我们承了罪和奏造 这是很大的恩典 所以我希望大家 耶稣会救我 祂自然爱我 然后我们亲近神 可以经历神 当你用时间 专心多谢天父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你慢慢从心灵的深处 你会开始觉得里面有喜乐涌流 我自从那一天 我经历喜乐的 我每天都保持住 当我看过那一天 我经历圣灵之后 有一天我开始经历喜乐 我就很珍惜 我就不断亲近神 不断亲近神 让我这种喜乐停留 然后我回家的时候 在途中的巴士 我很想举一手赞给神 但是周围都有人 我将一手扑到玻璃窗 多谢天父 Hallelujah 感谢耶稣 一直笑回去 但是我小声 没有声 回到家 又继续保持这个喜乐 第二天就保持这个喜乐 到今天为止 我任何时间 一想到耶稣 就算半夜醒了的时候 一想到耶稣 立即喜乐 勇留我 多谢天父 未必每个人都去到这个位 但是只要你肯 用心灵去爱神 你会越来越经历到神的平安喜乐 和爱 如果你有经历 你就记实 这是神的爱的表达 还有第五 就是生活中的帮助 我试过三次 差不多交通意外 有一次的车 和我十米的距离 正在冲着过来 是高速冲着过来 我觉得 我正在跟耶稣说 耶稣我不知道这么快要上天堂 但是 很奇妙地 那个车忽然有方法转走 我很感谢神 有一次我的手指挤了几个月 如果稍微大力一点 我的手已经不可以弹琴 我多谢天父 不可以跟人握手 我现在可以 我感谢天父 其实这些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爱 还有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都为他欢喜 所以我们经常都会鼓励自己 我悔改 我们不是夸耀我的悔改 悔改是没有夸耀的 但是我悔改 神就会欢喜 我就可以轻松了 不用那么大压力 所以我写这本书叫《轻松得性》 轻轻松松 还有一个教导非常重要 土神喜悦是不难 因为很多人说很难 为什么是难呢? 他说 我这么多罪 我这么多软弱 我这么多情绪 我又做不到 为耶稣做不到什么大事 我这些传福也没有带到人信耶稣 他就觉得很难 但圣经告诉我 是不难的 很多人就说 没有搞错 怎么会不难呢? 我想这么说 完美是难的 完美是难的 我们不是完美的 我们可以追求完美 但没有一个人是完美 神不是要我们完美才会欢喜的 神 当我们只要向着神的方向去 神就会欢喜 大家看看 犯了罪求主 神就会欢喜 整个天堂欢喜 这是圣经说的 真心吐槽 神就会欢喜 我们亲近神 神一定亲近我们 我们尝在祂里面 祂就尝在我里面 其实是天父吸引我们 我们才会亲近祂的 接着我们爱神 神就为我们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东西 就是神为我们预备很多礼物 所以 我们爱神神就喜欢 而且在诗篇九十一篇说 神就叫我们成为尊贵 叫我们将我们放在高处 我们爱神神就很喜欢 你说我爱神不够 那你可以怎么说 神教我爱你 我尝试爱你 我尝试珍惜你 感激你 欢喜你 神就已经欢喜 还有 给一杯水给一个小子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了 耶稣不是说你第一个人信耶稣 当然大人信耶稣最好 但你未做到 你只要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不得赏赐 其实这个经文 在马帝福音这里讲到三部曲 第一部曲是什么呢 就是 你折代先知 便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即是你自己不是先知 你找到先知 你折代他 你就得先知的赏赐 先知有的赏赐 你也有 然后 你找不到先知 找个疑人 你折代二人便必得二人的赏赐 神是欢喜我们做任何事 为他而做 因他的名 然后你说二人都找不到 找个小子 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 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而圣经在马帝福音讲到 是属基督的 即是做在基督徒身上 或者做在不信的人身上 想带他去信耶稣的时候 都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三部曲就是 可以做在先知的身上 做在二人身上 如果不是做一个普通的平信徒 或者是想带人信耶稣 神都会赏赐 土神起愿是不难的 是不难的 完美是难的 但我们可以追求完美 但追求完美 不用这条路很辛苦的 我今天有进步 感谢主 可以这样的 我今天有进步 多谢耶稣 我今天有关心人 多谢耶稣 神就欢喜了 就不是说我还有很多事未做 我们不用看很多事未做 人就是这样 喜欢看我未做的事 还有很多罪 不要看很多未处理的 我们要处理罪 但你仍未处理到的 我们就求主赦免 我们就努力去处理 神就欢喜了 我今天为耶稣做什么 神都欢喜 所以我希望大家 深信 这个教导很重要 就是讨神喜悦 是不难的 当然讨神喜悦有程度的 譬如大为一个神喜悦的人 我们每一个程度不同 不过不要紧 只要我们越爱神 越听从神 越荣耀神 整天都说耶稣真好 神一定喜悦 这样的时候 神喜悦你 神一定祝福你 你什么需要的神都会给你 在我生命中 我真的有很多很多 神给我的教育 给我学不同的东西 我小时候 我妹妹有机会学琴 但我是没有机会 我学琴 但神让我大了 后来跟着好的老师 我学琴的时间 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但神让我学得很好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神会给我们每一个人机会 神给我机会 去接触很多不同的人 神现在给我的机会 我有一个叫 復兴宣教士工 这个宣教士工 我帮助在非洲 五十多处的地方 他们买投影机 电脑 发电机 WiFi机 让他们可以看到 我在网上的侍奉训练 大家在Facebook 復兴宣教士工 和业务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训练 那些侍奉的 现在假期就停一停 然后跟着 在一月第二个礼拜 又开始回 星期三就是 用英文的直播 神又给我的机会 学到英文 学得很好 我多谢主 不是夸耀 是神给我的机会 神也给我 供应我经济 以至我能够去宣教 以及帮很多地方 去买这些 机器 可以看到这些训练 我亦都很乐意去不同的地方 去义务 去训练 人的 好了 最后一点 就是说到平衡 恩典和律法 既然神那么爱我们 那我们是否经常说 神很爱我 神很爱我 我们不是停留在那里 我们神爱我 我们就去遵从神 但很欢喜快乐去遵从神 真信耶稣是会有这些果子 这个圣经教导的 分开三类 第一类跟救恩有关 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 是悔改和信靠耶稣 那我们就继续 一生都悔改信靠耶稣 这个就是一生 我们必然有的果子 如果有人说 以前我悔改过 以前信耶稣 现在不信了 那他是离开了神的 那我们继续悔改信主 那接着跟神的关系 接着亲近祂 尝在祂里面 祂就尝在我里面 还有爱神 那接着就是行为上 遵从神和侍奉神 这些是我们信主必有的果子 那圣经是说 如果没有这些果子的时候 是生命有问题的 圣经说到犯罪 在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 耶稣医好过三十八年病患的人 耶稣就说 你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就是说犯罪是可以更加厉害的 所以我们就离开罪 憎恨罪 因为罪是会破坏 将我们有的被魔鬼抢去的 接待耶稣 我说回这六点 就是我们继续离开罪 憎恨罪 离开罪的锁示是憎恨罪 第一是悔改 相信耶稣是赦罪 然后是憎恨罪 为什么很多人离开不了情欲 忽恨罪 憎恨罪 为何离开不了 因为他觉得是自然反应 但当我们深信这些是破坏性的 是有破坏性 是不好的 是被魔鬼抢奪我的 这样的时候他就可以有动力了 离开这些罪 然后就继续信靠耶稣 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 还有跟耶稣的关系 耶稣说 尝在我里面 我就尝在我里面 这个人就多结果子 如果不尝在我里面 就好像枝子叼在外面 枯干 人拾起来 轰在火里 笑了 就像那些树枝叼在外面 枯干了 就丢了 即是一个人没有继续亲近神 我曾经去那些教会讲 我问他有多少人 你会继续祈祷啊 我发觉有很多人没有祈祷的 我希望大家和神有这个关系 时时都祈祷 我一天很多次祈祷 经常都会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我做什么 我在路上 我也是专注的时间 我是不断的 去欢喜神 去感激神 我们就时时得力 还有神会和我们讲话 神会带领我们 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意念 爱祂了 神是爱祂的人预备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 神会为我们预备很多好的礼物 所以我们深信我爱神 一定不是枉然的 一定是神喜悦 一定是带来很多祝福 然后遵从 圣经在《马太7章21-23》里说到 有些人奉耶稣命 传道行以能赶鬼 但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为什么呢 因为他里面没有处理生命 比如他继续愤怒 继续不要说人 没有去爱神 没有去关心人 只是做一些事工 这样的时候 他是不能够进天国 耶稣不认识他的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工 或者我们整个生命 都是爱神爱人 我发觉有时候有些基督徒 会做这样的事 甚至我也见过传道人 这样做 会欺骗的 会抢人家教会的人 有些传呼 他找其他教会的人 拔去他自己的小组 他就觉得我少了增长 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他是犯罪 他是抢人家的果子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他觉得不重要 因为他在心里没有这种憎恨罪的心 我希望大家都会憎恨罪 知道罪是很严重的 我们尊重神是神所喜悦的 我发觉有些人用手段 手段达到他要达到的东西 为了得到利益 甚至为了侍奉而用手段 我希望大家知道这些是神的喜悦 神给我的意念是什么呢 我们每个人都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 每一个人建造 如果我们建造的时候一直犯罪 我们建造又拆位 你建屋会不会建完一封墙 然后再拆回它 又再拆回它 这样的时候叫做白造 很多人侍奉 但他一直犯罪的时候是白造 我希望大家不是白造 因为我们有恩典推动 我们就会去遵从神 还有侍奉 很多人觉得事奉是传道人的职责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 是所有人 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第二和第三个比喻 三个比喻都是讲到每天的 第一个就是十同女 第二个就是按财干受审判 有五千、二千、一千两银子的三个仆人 那个埋藏在地里面的 那个就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要赶到外面 黑暗里面 在那里哀哭设耻 那里不是天堂 那里不是第三个地方 那里就是地狱 因为有个人 他说信耶稣 但他没有生命的表现 没有侍奉 侍奉可以包括什么? 荣耀神 感谢天父 多谢天父 告诉人家 神多好 去帮助人 关心人 去传福音 建立灵命 这些全部都是侍奉的 不一定在教会有崗位 当然有崗位是好的 但是就算没有崗位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侍奉神 那那个埋藏在地里面 把恩赐埋藏在地里面的人 他是赶到外面 黑暗里面 在那里哀哭设耻 那里是地狱 然后第三个比喻就是 绵羊山羊的比喻 就是有做了一个主的弟兄的身上 就是做在耶稣的身上 那这个人就可以进入永生里面 但是没有做在他身上 就进入永刑 就是说一个人他信耶稣之后 他从来没有祝福过基督徒 从来没有帮助一个不信的人 去认识耶稣的时候 他是完全灵的侍奉的时候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我希望大家真的知道 我们是 当我们真心信耶稣之后 我们必然有以上的果子 正如我所说的必几样 就是继续悔改 信靠耶稣 还有亲近神 爱神 尊重神 我又讲一讲 怎样得力 怎样祈祷得力 很重要的就是 就是耶稣所说的 用心灵诚实敬拜 整个心灵 心灵包括什么呢 我们的魂与灵 魂包括什么呢 思想 意志感情 就是整个思想 神是最好的 第一个相信 我希望大家 听我说的道徒和圣经 神是很好的 我深信神是最好的 还有我的意志 我决意跟从神 还有感情 和神建立感情 为什么感情呢 因为神这么好 我们应该是欢喜他 大家会欢喜你的家人 你家人照顾你 你会欢喜他 或者你会欢喜你养一只狗 你会和他有感情 但是神对我们这么好 我们应该和他有感情 所以我们祈祷应该带有感情 多谢天父 天父你真是好 还有灵就是犯在我里面的 都称重他的圣命 神教我这三种祈祷 亲近神得力的 一种就是恩典的祈祷 宣告神对我们的恩典 神真是爱我 神关心我 神跟我一起 神真是很好的 宣告神的恩典 第二就是敬拜 多谢天父 我感谢你 我爱你 是由人向神的 恩典是神向我们的 多谢天父对我们的好 对我们的爱 我全心敬拜你 感谢你 互动的祷告 这个非常有帮助 就是说什么呢 我一直敬拜赞美 我一直深信神欢喜 就是将第一和第二的合併 我一直爱神 神是很喜欢的 神是很兴奋的 神是会听我祈祷 神是会祝福我的 这样祈祷是有信心 很多人祈祷就是这样的 神你什么时候听我祈祷 我就会这样的 我未求意思 我已经知道神有预备 那我求不求呢 我求 但是我求的时候 我知道神一定有的方法 所以我说神 你一定会为我预备的 你一定会为我开路 神你帮我入到你的计划 我求神帮我入到神的计划 有很多人说 祈求复兴 神给我们信息 神经常都想我们复兴 只要我们听到神的话 我听到神的话 我们就复兴了 只要我们今天说 神我愿意复兴 神就欢喜 神一定会祝福 所以这个锁匙 不是神想不想 是我们想不想 只要我们愿意的时候 神一定会很欢喜 所以我每一次祈祷 我都说神现在很喜欢 我就很欢喜 很兴奋 平衡恩恋 互动的祖告也有互动的行动 就是说 除了我们祖告 我们悔改离罪 神就很欢喜了 我们赞美神 感谢神 神就欢喜了 我有正直的心 神就欢喜了 我信靠神 神就欢喜了 我遵从神 神就欢喜了 我将生命献上 神就欢喜了 我练书人 神就欢喜了 我奉献和行善 神就欢喜了 这样的时候我们经常都欢喜了 我们就很乐意遵从神 我们就很有力量的 平衡恩恋和律法 意思是什么呢 平衡恩恋和介面就是说 深信神很爱我们 关心我们 不是要做得完全 神才喜悦 神我们做任何的事 合乎神心 而神都喜悦的 做得不好的时候 下面 真心悔改 神就喜悦了 然后呢 不需要用行为 赞取神的爱 不是行为赞取神的爱 真心信靠 亲近遵从事奉神 神就欢喜了 我希望大家得到今天的信息 就是说 是很容易讨神喜悦 神是很疼我们 只要我们亲近祂 祂是很欢喜的 我们天天都亲近祂 遵从祂 荣耀祂 神是欢喜到不得了 神就祝福 神就不会说 你还有很多事未做 神会说 你做了很多事我都喜悦的 希望大家 就活在这种恩典之下 神就有这个动力 有这个动力去做什么呢 去遵从神 去荣耀神 因为动力不是叫我们 只是享受 好享受神 享受第一 我好享受神的 但是我的生命 我的时间 我不会浪费 我好想给神去用 我都希望大家 给神的爱激励 就继续给神使用 然后用首诗歌 帮助大家 来到神面前 享受神 我唱《富光》的时候 我会重复唱 让大家享受一下 那个意境好像什么呢 我们去到天堂 在神面前 我要永远重赞祢 我要永远重赞祢 你大爱永远重赞祢 你唱的时候就好像 一路重赞祢 一路是神 我欢喜你 我多谢你 我欣赏你 我听你的话 我亲爱你 你就欢喜了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你真好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你真好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我希望大家都会 从心底下 耶稣你真好 耶稣我欢迎你 你一路欢迎我 我就欢迎你 Hallelujah 我亲爱的 你天本我山跟心海 天本我山跟心海 你爱指光水咏来 我决定将我心浊怀 使以致这色狼野 我恩你安温颜嫌 我决断天举受敬拜 恩我要常常常会当离爱敬布 我要永远宗主 离大爱 我要永远宗主 离恩爱 我要永远宗主 离大爱 我要永远宗主 离恩爱 我偏盼过山根深海 离爱自江水涌来 我决定将我心藏开 是意志者识复我 我因你安慰震你女 我决定严重你不 因我要常常常会当离爱敬布 我要永远宗主 离大爱 我要永远宗主 离大爱 我要永远宗主 离恩爱 我要永远宗主 离大爱 我要永远宗主 离大爱 我要永远宗主 离恩爱 我要永远宗主 离恩爱 我要永远宗主 离恩爱 我要永远宗主 离大爱 我要永远宗主 离大爱 你爱至江水拥来 我决定将我送藏 是意志者是光红 我恩兴安慰真理论 我决定牵举手的笨人 我愿常常常会当你爱面鸿鸿 我要永远送主你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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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永遠仲差祢恩愛 我要永遠仲主祢大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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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永遠仲主祢大愛 耶穌多謝祢 耶穌多謝祢 多謝祢多謝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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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ch 多謝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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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 使命 くれ Yes, oh my God Yes, oh my God Yes, oh my God Don't be here Oh my Yes, oh my God Yes, oh my God Oh my, yes, oh my God Don't be here Oh my, yes, oh my God Oh my, yes, oh my God Oh my, yes, oh my God Don't be here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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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入耶稣 耶稣 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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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 in you Tentful my heart Tentful my heart Tentful my heart dow in you Singling my heart Singling my heart Singling my heart Dow in you Singling my heart Singling my heart Singling my heart Dow in you Yes so Yes so Yes so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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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so Yes so 希望我们个个都可以喜欢耶稣 Amen 耶稣很值得我们喜欢 真的没有人像耶稣 好像天父那么好 我们有耶稣真的很有福 我希望大家都深深的相信 我有耶稣真的有福 我们就永远呼喊耶稣 Amen Yes說 Yes Jesus we love you Yes so deci storm I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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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حدしく Hallelujah Allahu I love you quarter Hallelujah I love you Jesus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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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我在神里面又可以很开心 我有者喜乐主耶稣自给我 哈利路亚 我有者喜乐主耶稣自给我 哈利路亚 我有者喜乐主耶稣自给我 非世界所知非世界所得断回 哈利路亚 我有者喜乐主耶稣自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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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世界所得断回 哈利路亚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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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赞给你 喜乐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 喜乐的灵充满到镜头前面的大姨姐妹 哈利路亚 赞给你耶稣 赞给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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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神就叫我们成佳地的高处 主要当我们爱祢的时候 祢就将我们为我们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 多谢耶稣 我们享受祢 我们享受祢 然后我们去祝福别人 我们去荣耀祢 我们去荣耀祢的圣名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有祢真无 阿里路亚 感谢天父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 圣名阿姆 阿们 感谢主 大大加力给我们 让我们被神的爱激励 被神的爱激励 去爱祂更多 回应祂 去荣耀祂 这个就是平衡恩典的律法 不是在律法之下 不是压在重担之下 而是一个轻散 好像在天上那么轻松 那么开心 享受神的状态 荣耀祂的 希望大家都会 领受这个教导 这个就是《轻松得性》 这本书里面的教导 希望大家会 去跟从 去活出来 这个是神给我的心意 多谢天父 主祝福大家 感谢主耶稣 基督的恩典天父的词 我们圣灵的感动 上你每一个同在 保守你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阿里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